在这稀松平常的日子里,难免会突发什么意外,明星也如此。 有些人也曾经经历过与死神擦肩而过的可怕瞬间。 范冰冰高二那一年,遭遇了一场车祸,范冰冰整个人被肇事车辆在地上拖行了一百多米, 身上腿上布满了骇人的伤痕,也因此错过了统一考试,未能上大学。 2006年,胡歌遭遇了一场突如其来的车祸,除了全身上下缝了一百多身之外, 面部还布满了大大小小的疤痕,直至今日也没能消除。 2010年,于浩铭和任佳轩在拍摄电视剧《我和春天有个约会》, 一场爆破戏时被烧伤,二人均被送往医院急救。 于浩铭烧伤面积达35%,任佳轩烧伤面积超过50%。 如今虽然已过去多年,但伤疤依旧清晰可见。 2013年,薛志谦在泰国发生了重大车祸,手臂和腿部都受伤, 右手脚趾还被钢钉刺穿,脚上还缝了很多针。 黄岐山因接连两次的失败婚姻让她身心俱疲, 选择服用暗眠药自杀,幸好被闺蜜发现及时救回。 孙力嘴唇下面那颗痣是车祸造成的,婚女三天才醒过来, 随后自己将嘴唇下方还没有被医生清理干净的破碎玻璃给拔了出来。 伤口好了之后,孙力的嘴唇下方也长出来一枚黑色的痣。 2011年时,齐勤请保健师替自己拔火灌, 不料保健师一时失误,竟把酒精撒到了齐勤的身上, 导致齐勤背部、面部、躯干被烧伤。 在拍摄龙兄虎弟这部片子的时候,由于计算失误, 成龙从高处直接摔倒在地,不仅身上多处重伤, 头部也受到了巨大的撞击,一度陷入重度昏迷当中。 钟仁发和陈玉莲在分手之后,陈玉莲每天都是一类洗面, 悲伤到无法进行工作, 而钟仁发更是为了这样一段短暂的感情, 而在家喝清洁剂自杀,还好家人发现及时, 将钟仁发从鬼门关拉了回来。